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魚豐叔叔 歡迎收看暗黑的威爾薩牌組分享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就是進化龍組 在這一次的新的版本新增這一張虛無的豪風格里姆尼爾 我們再度又可以格里姆起來了 那這一張牌的效果就是你只要滿足了五次進化的次數之後 你就會讓這一張的格里姆尼爾 變成可以打對方的主戰者或一個敵方從者兩點傷害 然後將進行五次 等於說你搭配到龍組的情況下 你可以先給他用AOE的手段 像是聖喬治或是迪亞馬特 再去拍一張格里姆尼爾 就可以直接把10點傷害直接灌在對方的頭上 當然你還可以比較夢想一點可以去配一下巴哈姆特 也是一樣 人家人在10費前完成五次的進化 就可以打幾走的巴哈姆特 再搭配格里姆尼爾 就古里姆 就會變成15點直接搭對方頭上 當然在10費之後啊 也是可以搭到死龍之奇 然後做到這個combo 但是會稍微難一點點 因為你會有強制打本體的情況在 那格里姆尼爾啊 在後期 大後期一個最關鍵的就是 要跟神魚迪志烈斯坦做個搭配 原因就在於就是 只要你最大PP只為10費時 這張卡片就會減消耗10 那你只要等兩個回合之後就是0費 那不管對方再大的場面 你都拍下神魚 先把對面的全場給消掉之後 再請他吃兩張的格里姆尼爾 就可以直接單回合完成一回合殺 那排除配置方面的話 還因為就是多加了這一張的新卡 圖龍騎士羅伊 所以在挑飛方面的話更沒有問題 還有就是圖龍騎士羅伊啊 莫名其妙也是可以去用到這個8點的直傷 就是本身AOE嘛 加加上幾次做到斬殺 所以有時候光靠一些 欸聖喬治狂拍啊 然後羅伊錯案衝出來 就有可能就贏了 而且這樣的配置啊 還搭配到了 赤龍之龍B B可以直接8費 刷一次進化之後 再用羅伊去砍起來也是相當不錯的 那除此之外 還是有選擇一些比較免費進化的手段 像是狂套蛇金龍 那你可能會看到影片當中 還有放上就是4費的慈愛龍騎士 那這張牌之後我就捨棄掉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會有點有點缺牌的情況在 所以我還是把我的巨龍置換給補滿呢 那狂刀蛇金龍原本是只有一張的 因為我就想說 你將要有辦法把神魚抽完 就是必抽狂刀蛇金龍 然後這個效果還就一張就好 可是之後覺得欸還蠻容易到死費的 那能不能用這個狂刀蛇金龍進化石綠牌也是蠻關鍵的 所以之後我還是把他選的多了一張 而我自己是認為可以跟龍龍配置 就是巨龍之幻 龍之陣炎 墮落的決議 以及狂刀蛇金龍 其他來說的話都是不太能動的配置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戰機的部分 其實這套進化龍啊 算是一套非主流 偏娛樂一點 但是啊打起來勝率還意外的不錯 我總共打了12場 然後輸了4場 總共贏了8場 就給你們看看 我覺得只要對面 越不會留存場面的對局啊 是 越好打的對局 因為有時候你就不需要去搭配神魚 然後直接靠 哥利姆尼爾就可以說要熟頭了 接著回到牌桌的部分 我自己認為啊 這一套就是完全看自己順度啦 並沒有說什麼特別難打或特別不好打的 你要拿一些也是有很奶的迪亞瑪特 然後如果你要控場時你跳起來的話 真的就是盡難惡魔 所以能輸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你 沒辦法跳起來 還有你的進化次數刷不太起來 這是會比較尷尬的點 那我當然知道就是進化走啊 還有進化吸血鬼 以及進化精靈 這兩套也是會選用這一張 虛無的好風格尼姆尼爾 然後那兩套牌組啊 我之後再找個機會 有可能也會介紹的 我自己是認為進化龍有4點 就是先跳背啊 就可以先刷激化次數 然後也可以刷燈毯的東西 那如果你想要把牌組做什麼樣的更動 都是很free的 就是自行改動 那接著我們就看一下實戰的片段囉 第一場我們遇到了烏斯 烏斯來講的話可以說是 互相比順啊 那你有可能就是提前把他斬殺 原因就在於烏斯不一定有一個大場面 他只要阿恩跟古雷亞下完之後啊 通常場上是不太會留怪的 那你的格里姆尼爾 就可以很輕鬆的 直接把10點3灌到對方的頭上 那這套牌的 騎手留牌方面 就是全換找跳費 那如果你要留5費羅伊 我比較建議你後手才可以考慮留 不然的話 盡量都是全換去找騎士 或者是程度來跳 比較順一點 因為5費跳的真的是有點偏慢的 虛幻就是可以在5費前至少跳到一張 才可以接到羅伊 這樣他可以順利到7費 然後7費之後就可以開始用蛇龍之氣 跟龍之鎮眼開始去吸牌 好 我們先棄 我們在還沒有找到 呃跳費之前啊 生魚都可以去抽跳 但是絕對要留一張 因為你無法就是防範就是對面 再大後期不會給你 人不凡一波大鋪場 那你就無法做到斬殺 好 5倍準時的羅伊 然後手中三張的葛利姆尼爾 都進來了 他們非常愛我 那目前的進化次數還是0 然後這邊要不要壓進化點的 看你個人啊 其實是後宮可以考慮為了刷那一次 然後直接去壓進化點 那我這邊直接吃一個4加3 其實進化之後還是被他換掉 但其實 呵呵 可以為了刷了刷 嗯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我們繼續繼續繼續去 生魚可以直接抽掉 然後進化虎金 這個就是真的是為了刷 然後開始去 正言正言 嗯 然後你在去正言之前要算一下 就是說 你的生魚有沒有降成0費 你可能會先去到生魚 對 說正常來講 你不容易敲到生魚啊 因為你通常是在10費前開始才綠 然後也要算一下就是說 你到底會去到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話要先把 誒 剛好右手技能進來惡魔 那先刷 進化次數是一個優先的選擇 呃 剛剛那邊也無法就是做到10幾能 加一個2嘛 所以這邊這樣做好一點 然後其實這個鎖 嗯 沒有必要啊 呵呵呵 畢竟對面巫師嘛 他有很多東西可以直接消掉 為什麼就想說 說說看好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讓他一直活著 結果 我才想到 啊對地 地表崩壞啊 是可以直接卡掉 因為我那一張原始消費4 3一下 然後先跳到10之後啊 才可以幫助 神魚 狄之列士塔去做到降費 所以我們這邊 又可以拿到免費進化 免費進化去進化 狂盪設計龍開始起 然後繼續狂盪設計龍可以補血 然後這個也是 呃 我想說就鎖了 呵呵呵 大家就是想吃吃看就是說 鎖了之後有沒有機會碰到頭上 然後結論是 嗯 還現在沒什麼用 對面 直接刷一次的無盡魔像 其實我不懂 他這一手為什麼要打無盡魔像 可能只是為了刷進化之術吧 還是想要耗牌 然後他也很重 跟我直接 逼掉了 一張六費的古類牙的 法術 然後搭配到玉智未來才解掉 然後這邊我們就開始補一些傷害喔 就是把 哥林姆尼爾可以斬殺的血線 再壓的第一點 有時候可以靠一下隨機殺 因為有從者的情況下 你有可能可以去賭說 多打臉 也是有機會斬的 嗯 如果把對面血壓低之後 好 好了 可是我們已經完成了 這一套挖主最終的combo 生魚滴之列斯坦 林肺 配上兩張的格莉姆尼爾 就說他場上有一個 六五跟一張的四八可以扛在場上 但是 生魚直接下去之後 請給他吃 鼓勵 然後就贏了 只有對他不讓我看可惡 對面不讓我鼓勵一下 那第二場我們來看一下對上 皇家的對局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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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全部換掉然後找跳飛 嗯 然後注意的是巨龍之幻是幫你比抽生魚 如果為了綠牌趕快找到跳飛的話 這邊還是可以直接把巨龍之幻給打掉 好巨龍之幻 好抽生魚 前面的神魚就你可以試彈打到幾張啊 留一張就可以了 喔剛好 進了一張龍之起司 再打一張神魚 對面格爾德下來 哇他打非常的兇 那我們只好就是再用裸一做到跳飛 那等等的話就可以使用聖巧士 搭配到七費給傷的效果 再進化 全部給 哇哇哇哇哇哇哇 還要養一隻超大隻的傑諾啊 啊 啊沒關係 看來是 竟然惡魔先下去了 這目前還沒有危險啊 因為畢竟他的阿爾貝爾啊 要砍到的東西才可以充 那我們先做進化次數 做竟然惡魔是比較好的 那等等的話巴菲可以再去做 4加4 把血給奶回來 嗯或者是狂刀十幾龍再去做自勇之幻 也是可以的選擇 那之後我是選擇就是先做一個狂刀蛇吉隆 看他感覺是傷害有點斷檔了 也不著急就是先奶回來 所以我這邊是先棄 喔棄之幻動騎士啊 棄之幻動騎士也是可以百分補血 蹦蹦 如果你不想要去撞 對不對 保這個血你可以去再去打石龍之氣 但是我這邊是決定做巨龍之幻 先把生魚給拿起來 那之後我是選擇就是先做一個狂刀蛇吉隆 先拿起來之後我之後右手抽進了 比較可能都是低費 我可以直接運用 對面我是一個大哥加上城市盜賊的combo 哇對面回憶好可愛喔 好那接著的話 就是繼續去刷進化之術 其實進化之術啊 不用猛一頭的瘋狂去刷 你只要滿足五次之後 你的幣啊 都可以打二飛去抽牌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或者直接用龍之陣炎去氣掉幣 閉下來 迪亞馬特 接著的話再去氣 氣神魚 留一隻神魚 然後我想說對皇家然後踢踢看 也是一個踢踢看的概念 然後對面中戰兵機直接下來 好啊 我應該都不要隨便亂挑好了 他是一個補血的手段 但是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對面即使鋪了這麼大的場面 但 我們有聖橋式 打上格利姆尼爾 現在進化之術只差一次 所以很簡單就是 聖橋式點中戰兵器 直接進化 把他全場給沒收掉之後 古力姆誇起狂風 就獲勝了 這套真的是超級蠻合不講理耶 蹦蹦蹦 我成功嚇死灰燕了 樓市全場 我們來看一下對上復仇者的對局 雄焱炒挑飛 好前面就有點耍廢 幫人幹嘛 耍廢 我對面很順喔 瞬時的機械擊死 好繼續耍廢 創造物同步 再去鋪 解析的創造物 那這邊看起來就是說 如果你說技能惡魔可以消化 還蠻舒服的 對吧 但是我已經預設就是下河 可能要做迪亞瑪特做到AOE了 所以我沒有打算就是去 多浪費這個技能惡魔 而且我比較希望技能惡魔可以在7費的時候 我先跳起來就是 羅伊5費時就可以直接接到7 就5加7這樣接起來比較好 所以我是決定賣個血 那這套其實不用太怕賣太多血 你只要確認你手中有迪亞瑪特是可以 很輕鬆的就把那個血給補回來 那如果你真的非常怕 你很容易頭會爆炸的話 可以去放那個慈愛龍騎士 一開始我購足是有去掛的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邊剛好就是4費迪亞瑪特 把他成長給沒收掉 沒想到他還給我更多的 衣血的從者給我換 那接著我們這邊打羅伊吧 進化羅伊 那這邊的這個羅伊阿 我會偏向於就是賺 這一張的3E 讓他的陀螺 這一張陀螺可以少見一次的費數 嗯 這邊的差別就是多賣那一些嗎 我就想說多賣那一些沒關係 有對方繼續裝置研發者進化 那當然就拍下最噁心的靜藍惡魔哦 裝掉一隻的神秘的創造物之後直接空過 就 попад到自己不滅 那天反過來 那天像鬼 那天晚上 看到海藏 kadar 那天晚上 放在 上岸,語弱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訣竅就是 你跳費趕快先跳起來 你接到死嗎 之後啊敵字開始降費之後 你可以用零費的敵字去刷滿五次 再去拍格林姆尼 這是非常OK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光是這個場面對面就應接不暇了 我只要滿足了五次之後 我就可以使用格林姆尼直接做到轉殺 直接就看這邊了 有沒有 剛好右手來的 再張B B進化之後 排下兩張的格林姆尼爾 直接刮起狂風吧 咻咻咻 再一張 啊不用啦 再一張就閉眼了 你有沒有超強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點下訂閱關注我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我是漁風叔叔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